香蜜爆红后,杨子罗芸汐无缝信组拍戏,邓伦却被朝沦为综艺咖。 在演艺圈,一个演员被称为综艺咖是嘲讽的意思,因为在大家的认知里,演员就应该去拍戏,这才是他们的正业, 频繁接综艺会破坏他们在观众心中的神秘感,而且容易昭黑,偶尔未知还能理解,但接太多综艺的话舆论可能就不会那么友好了, 而邓伦从香蜜成名以来,这两年接了很多档常驻综艺,就被嘲讽事业走下坡路,彻底沦为综艺咖,他接的综艺比他拍的戏还多。 而近日网传,他又接了一档常驻综艺叫《这就是灌篮3》,但与他一同参与录制的嘉宾名气各方面都不如他,不算是一个很好的资源, 再加上这是邓伦今年接的第四部《常驻综艺》了,从《极挑六》《蜜桃2》到即将录制的上新了《故宫3》,可能真正的综艺艺人都没有他接的综艺多,别的演员是无缝进组拍戏,他是无缝录制综艺。 邓伦加盟《极挑六》的时候就有很多嘲讽他的声音,说他是综艺咖,在传出邓伦要加盟《这就是灌篮3》后,很多粉丝都接受不了, 在工作室微博下留言吐槽,还有很多粉丝脱粉回彩。 从19年到现在,他只拍了一部电影,一部戏份不多的抗议剧在一起,从今年复工到现在,他拍戏的时间只有50天, 而从17年到现在,他只拍了6部戏,但录了十几档综艺,其中8档是常驻,还不包括即将录制的《故宫3》和《灌篮3》。 之前他也上过一档篮球综艺,但因为他在节目里骂裁判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,至今还有人拿这个点来黑他。 虽然邓伦这两年拍戏的时间不多,但行程一直都很满,之前还因为一直连轴转,拍完电影又马上赶去录综艺, 因为休息不够,在录《急挑六》的时候吐了好几次。而且现在是邓伦的事业上升期,从《湘密》之后,他播出的其他作品都没有什么水花, 从19年到现在他一直没有拍电视剧,只拍了一部电影《阴阳诗》,但郭敬明指导的电影口碑都不行,到时电影播出可能会被潮, 而且这部电影的一番是赵又婷,粉丝一直说邓伦这部电影拍了8个月,诚意满满,但撇去疫情停工的那两个多月,他也才拍了6个月不到, 而且期间他还请假去录了综艺。和邓伦一样在《湘密》之后爆红的杨子,罗云熙这两年一直在无缝禁组拍戏,事业规划,后续资源都比他好, 而且他们的代播作品都非常有看透,罗云熙的《浩一行》,开播后就算不爆也会小火一把,杨子的《青三行余生》也是关注度极高的大热IP, 到时开播热度肯定也不低,这两年他们一直都在拍戏,只有邓伦频繁接了那么多档综艺节目,事业规划太差了。 也有人说邓伦这两年不演电视剧是因为经纪人得罪了两大视频平台,而他的资源大多都是经纪人给他拉来的, 像我的真朋友白鹿原加油,你是最棒的阴阳师,在一起等影视作品,综艺节目,他的公司都有参与选角和出品, 但去年他的公司得罪了其他公司和平台,也影响到了邓伦的资源,所以这两年他才接那么多档综艺。 不管怎么说,作为一个事业上升期的艺人,不拍戏反而接了那么多档综艺节目, 确实不太合适,网上嘲讽他的声音也很多,而且去年他播了四部戏, 两部存货《风神演义海棠》《鲸鱼腌之透》,两部和《baby》马思纯主演的《我的真朋友加油,你是最棒的》, 但这四部剧都没火,他现在又接了那么多档综艺节目,要不被网友质疑都难。 虽然现在还没有确定邓伦会录制《这就是灌篮3》,暂时只是米妖阶段, 不过他本身非常喜欢打篮球,之前他就录过《我要打篮球》,前段时间还拍了《灌篮高手》的宣传片, 感觉他接下这档综艺的可能性极高,但从事业角度出发,他现阶段应该去积累更多好作品, 毕竟他都27了,目前只有一部大爆的相密,如果后续作品跟不上,他很容易被其他流量替代。 好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